哈喽,我是朋友,今天是11月28日 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花江北行情 目前手机市场高端机型 最好性价比就是13系列了 两个月掉1000,大家敢相信吗? 就是手上这种13 Pro Max 这个256的,但这个橙色比较好 拿货在45张 如果橙色差一点电池80多的 甚至43、4张都有 大家没听错,在9月底的时候 拿货还要54、55张 就这款掉价超过1000 而且这款跟14 Pro Max,15 Pro Max 使用体验差别也是非常小 由于14 Pro Max和15 Pro Max掉价非常小 所以它的性价比特别高 高刷性能续航都比较完美 然后看到这个是回收的14 Pro 256GB 这个是国行双卡的机器 电池效率90 这个型号电池有90已经算不错了 而且橙色前后基本上都是完美的 就边框有正常的套壳 还有小部分的轻微调色 因为是回收回来的 这个比市场低一点58张就可以出了 性价比也是很高 这个可是国行双卡双代的 然后看到这个是美版无锁的机型 这个都是双卡双代的 因为它已经拆机改卡了 改成双卡了 可以接受拆机改卡的老铁门的话 这个性价比还行 目前这种电池高的 橙色好的拿货已经来到60张了 甚至有些59张也能拿到 同等品质电池条件下的话 跟国行的差价已经超过1000了 想不想你们说算 然后还有个也是回收的13 128GB 这个是国行的 也是代源盒 国行双卡双代5G 而且性能放在现在也是第一梯队 关键回收回来的29张就可以出了 前后都是完美的 就边框的底部有非常小的颗点 如果喜欢系统流畅稳定拍视频好的话 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样了解其他情况可以在下方留言 点个关注 我都会一一回复大家